投资朋友圈助理您的投资决定 欢迎回来 这一节继续和人民建议 一起来玩转朋友圈 想问一下您 这个新的微信 有没有经过一个升级 升级升到7.0版本 有 我升级到7.0版本 这个界面有点不一样 界面不一样 那个开机画面也不一样了 之前是那个 就是一个人站在那个月亮 月球前面 现在变了一朵花 很多人就不愿意说 把那个月球还给我 就可能看得有点不习惯 因为看了这么多年都是月球 突然间变成了一朵花 感觉那个格调可能就下来了 因为月球和花差一点 对 格调变了 可能有一些难事 就是一朵花就不太能够接受 而且我发现它上面的边 边框的颜色也改变了 是吧 是 没错 我用的时候就它改变了 盔白色 然后我就一开始用的时候 我以为自己是打开错APP 然后就想想 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原来才发现它改版了 有很多地方 例如公众号 这里也改得蛮大的 我都曾经找不到 我以前看过的公众号这样子 你看这个只要是这个微信的用户 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微信的改版 确实就深有体会 确实要这新版的微信将短 它的一个短视频是更新为了时刻视频 支持最多10秒钟的一个短片 而且只会保存24小时 其实这个是不是跟那个WhatsApp 是不是这些功能上面有一些像吗 它很明显的就学slap chat 学instagram 那个IG story 它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因为其实我们也很知道 未来的方向其实是视频 那究竟长视频好还是短视频好 这个也现在下定论可能为时过早 但是视频是一个大趋势 那程讯它也是想往这方面尝试 因为其实一个应用的迭代 慢慢迭代一代一代下去是很正常的 一个商业的一个模式 其实微信作为我们这个重量级的应用 它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必须要慢慢的把它的功能 不断的更新下去 才能够活得更久 确实那对于这个这一次的微信的改版 就是不同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声音 所以这个大行瑞幸就认为 这个时刻视频是有利于 更多的用户来加强参与 而微信将过去的一个点赞 是改为了好看 那么一旦用户认为好看的文章 就会显示在好友微信内显示出来 相信也可以增加一个更强的互动感 另外这个微信的钱包 也是改为了支付 就是种种方面 都看出来现在这个微信 想要一个改革的决心 这些新功能一出 其实我有看到网络上是有一些 不是很支持的声音 就觉得 他说那个更新完的这些东西 就长得像QQ一样的 就好像我现在就是又回到了 从微信又回到了QQ时代了 有些人觉得这个有一个看一看的功能 似乎是侵犯了个人的隐私 其实作为一个这个月活用户 达到10亿的一个国民应用软件来说 它的这个改版 对于它的广告数量和用户数量 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呢 会 我觉得这样改版之后 它至少短视频这一个位置 可能会更容易吸引到 那个流量和这个广告的收入 那其实这次的改版确实 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 微信这个由之前朋友圈是很私隐的 只有朋友才看得到 慢慢变成有一点点开放的一个尝试 这是微信一直不想做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竞争环境 还有大家的这个消费习惯 用户习惯的变迁呢 可能就倒闭到这个我们的微信 也去就更新迭代这样子 其实很明显就是 Facebook是我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去看他的东西的 Instagram也是 但是微信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小众的 和抖音也不太一样 只有我们互为家为好友 我们才能看到彼此 但是如果现在说 如果你转发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有点 那似乎是这个 比如说微博啊 微博的一个转发分享 不是也就是这样子吗 是 所以腾讯 就是微信一直都很谨慎对于这个 那我相信他这次的改版是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考虑 才做出来的 那他的这个领航员 张小龙张总应该对这个社交的产品 比我们要了解更多 所以我相信能出来的东西 应该是不愧有太大的战略性的错误 就希望他这个抉择是对于这个腾讯的业绩啊 各方面是有所提升的 不过同时也要照顾一下这个用户的感受啊 那确实啊 这一次这个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赶板 就是这个公众号的改版 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 平时喜欢看的那个一下子会找不到了那个公众号啊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公众号的改版啊 似乎这个各方人是也不是很买账啊 感觉是改变了一些阅读的习惯 比如说这个公众号呢 也是觉得这就是扼杀了一些小而美的一些个体原创者啊 他们本来是说是做一些原创生存不易啊 在这样一个大空间里面 现在若是这样子的话 更容易被就是这个平台所抛弃啊 那么广告主呢 好像也不是说哎呀很好啊 我们这个平台 他也是觉得哎呀大家先试一下吧 看看这个投放效果了再说 那所以呢这个改版是为了谁呢 是不是就是大家所传的 就是为了挤压自己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近日头条啊抖音啊 他们这个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 我觉得肯定有部分的因素是在这里 因为其实以我的观察来说 其实腾讯对微信的这个产品 已经很照顾了 所有的很多的决策 由微信这个团队自己去做出来 就不干预了 就无论这个赚不赚钱 怎么赚钱 它是都是分开独立运营的 但是我感觉因为近日头条啊 等等的这个竞争 令到大家都会在想 如果再不做一些事情出来的话 有可能社交这个应用这一块 会被蚕食的比较多的市场份 所以必须要做一些年轻化 跟正如刚才您说的 这个越来越像QQ 其实QQ是给一些年轻人用的 然后这个我们微信 可能这个群体会常熟一点 但他就尝试的慢慢 把那个年轻化带到 我们的10亿用户里面 看看这个10亿用户 能不能把这个心态给带年轻了一下 就在我们刚刚探讨的过程当中 这个有观众就发来了问题 这个热情观众Andy就说 700是否已经见底 明年是否有机会再成绅士火车头 您觉得呢 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 就是说这个游戏业务 可能明年恢复的话 会让它的这个表现 会比较在回暖一些 但是这个会成为明年 它的股价翻盘的一个动因吗 我觉得如果要成为 绅士火车头的话 我就比较谨慎 但是我是比较看好腾讯的公司 因为其实明年的 既少在第一季度 还是有很多不明朗的外围经济因素 那能不能升的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它未必能做到 升式的火车头 但是我觉得以这个公司来说呢 它柔细审批 正常化之后 它肯定不会指这个价格 现在估值是相对来说是便宜的 但是能不能成为声势的因素呢 还是要看外围的经济情况 已经不是纯粹单个个股 要看估值的这个时候 现在因为很多例如美联储的决定 例如美国经济怎么样 中美贸易战怎么打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也许会主导整个市场的 一个升跌的方向 那这个目标价呢 明年如果是 现在你看今天310 明年大概 明年如果这个整个事况 都配合的话 我觉得回到400 应该不成问题 回到400 四字头 或者更多 就400以上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400以上的话 这一部分就有很多当时的 一些积压盘套牢盘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出货的压力 也是比较大 是 没错 因为它现在 应该理论上 以这个价格是20多倍的P 那回到30多倍的P 我觉得还是很合理的 合理的 它的增长合理 它的龙头地位 对 因为今年增长这么 比较惨的 主要是因为游戏审批 整年差不多都没有 什么很好的 一个新的游戏版号出来 那下一年有了这个版号 我们会更明朗 对它未来的前景 而且它小程序的发展 还有微信的广告 改了版之后 其实还是很有潜力的 加上它这个B2B这一块 慢慢地做起来 就我觉得还是400这个价 不是特别激进 好 400是民间给出的一个 这个价格 我们再来看一个教育方面的股票 今天是首日挂牌卓越教育 今天是曾经在盘中 是跌穿过这个招股价 它是在内地是从事 业务而言至高中三年级的 一个K12的这么一个 课外教育服务的 但是就是其实今年是 这些内地的这些教育行业公司 副港IPO势头最近的一年 有10支 这个是今年的最后一支了 然后就港交所披露的是说 是接下来还有11支 这个教育企业在排队 这为什么会这么热衷于 这个港股市场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 A股那边其实 监管的很严 而且塞住了基本上 IPO都比较困难 第二个是香港的市场 还是和内地市场连接比较深 就是能够明白一些外国人 不能明白的一些运营的规则 或者一些潜在的东西 所以港股成为这个IPO 全球前三的话 是很容易达到的 因为多数我们的中国企业 都会考虑一个美国 一个是我们香港 那如果看回它的这个盈利 和这个市场地位的话 其实还好 就不是它是第五大的 这个K12的辅导教育公司 但是也说不上非常有潜力的 因为它的这个运营 一直被新东方和好未来在挤压 对 所以这个我们看回 今天的首日的表现也一般般 所以可能再看一段时间 再去决定也不迟 行 那我们先也持续关注 这个教育板块的一些发展情况 好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聊了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